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Sandy 我想問問你 你現在在投資銀行銀行做地產分析員 大家知道現在一聽到投資銀行銀行 就眼睛發光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除了五點鐘起床的質素之外 為什麼你可以做到現在的分工 我想整件事就很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叫我向前往 我當時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做到這件事 但向後往我現在發覺很多東西 跌跌買買是我做了之後累積出來 又有這麼幸運的機會 就好像我經常聽到的說話 學好功夫等運到 我之前就學了功夫 然後剛好運到的時候就做了這份工 我之前其實我本身都是做測量師行出身 都是做地產 我會選整個香港的地產和大陸地產 但是你讀書選貨的時候 其實我選貨的時候 我是選財政 我其實是想做財政 即是最熱的問題 沒錯 但我畢業因為我本身會考也不是太厲害 高考也不是太厲害 通常會買幾個A 還有歌又不是太厲害 為什麼最重要的問一下 差一個B拿不到A 我不是太厲害 其實你是不是富二代 現在爸爸安排你又不知去哪間 要什麼新銀行做委託 我也想 我也想 其實我出身是很普通的 我媽媽是做教書 我本身是普通的職業 所有事情 我只要這樣說 我應該是讀書的時候 比我的同學更加是跑慢一步 因為很多同學已經是很厲害 想著我要去讀醫 然後我選什麼好呢 不如雙科吧 因為雙科的人比較差 更容易入大學 那你選哪間U啊 我真的不認識 我姐姐又沒有給我經驗 她自己讀書很厲害 不過她沒有跟我溝通 她自己進入中大 我說中大又好 好像不太行 成績不太好 又未夠進入 我喜歡踢球 Poly那個草地場好像挺不錯 那就選了Poly 我記得放榜那天是第十幾志願 那時候是看報紙的 就是下街在7月 買一份報紙看 你這個號碼 就是入了這一科的號碼 對號碼的嗎 對呀 那個號碼是什麼 肯定看一看 我看右線下面的號碼 不是頭三個 那是什麼 我回家再看 對號碼 進了剛才那間大學 讀雙科 也不是成績特別好 一直讀金融出身 然後我們剛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讀雙科 或者讀財務的同學 其實那時候面對就是 沙士前後 經濟不好 如果你想入銀行的話 唯一做就是做前線的銷售 就是最多了 我很多同學 在最後都做了 一直做下去 那我自己就不太想 因為跟性格不對 我覺得做銷售 一定要跟性格有些關係 那我自己做不到 那我當時想 其實香港如果你不做 銷售的話 其實還有什麼 可以保住你未來幾十年 都有份工 那要是銷售 那第二我這樣 就是地產 所以我當時 就入了地產這個行業 又開始了 我在香港地產市場的分析 之後又再做大陸市場的 地產分析的這個職業 但總共是做了兩份工 其實中間有很多份工 中間有很多份工 有一份回到銷售 做前線銷售 就像剛才所說 我覺得銷售性格是完全不適合的 不過當我做了幾年之後 我發覺其實只有兩種性格 可以容易上位 第一就是超級銷售 只要你包裝得很好 其實你就會成功 我們要聽一下學習 我覺得其實在做這件事 第二就是真的 你很有才華 又很幸運 有老闆想認識你 我覺得只有這兩種 糟糕我又沒有呢 那我當時就覺得 就算你有才華 而老闆又不認識你 那怎好 就唯有你去銷售到別人想認識你 所以我們特地想嘗試做兩年的銷售 嘗試去改變自己的性格 結果當然人們反過來 就發現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就回到地產行業 但是那兩年我猜都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雖然你不是最精那樣 你的性格不是最適合 但是我經常覺得你當中 我不知道你買了什麼 可以算嗎 我曾經做過地產的 就是幫一些外國人來香港租樓 就是大人看樓 大人看樓 其實為什麼做租呢 因為我覺得做買賣的 就比較本身 我自己的性格未必可以適合到 我就做一些外國人的租樓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當年還有很多說 有一家外資 邀請 Thomas 從英國請他過來 給他五萬元 任你租 帶著這些人到處看 其實他對錢沒有什麼概念 因為不是自己給錢 想哄得他舒服 開心 帶他去看他想看的東西 告訴他這裡你最方便上班 這裡最方便去玩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是比較輕鬆的 不是真的一個很抵抗的銷售行業 這就是我其中一份銷售的工作 即是不用一天打二百個召喚 或者站在街上拍板 你擺吧 不需要 所以相對輕鬆的 但結果發現自己也是那種 銷售的人員其實是需要 不多不少 令到客人少少 你的利益比他的利益多 我覺得是銷售行業 我當時做不到這件事 我經常都會跟客人說 其實你這裡很喜歡嗎 好像一般般 我當時就年輕 所以最後的成績一般 結果回到地產分析行業 但現在每個人都在罵地產霸權 發展商又怎樣 財富歸邊 你覺得你又去做地產 那會不會有些助走違約 或者再問問你 你又買了房子還沒有 我其實在2007年的時候 幸好已經買了房子 所以現在這個經歷 其實很老實說 沒有現在的人感受那麼深 因為現在的人不斷發覺 自己怎樣做事都追不上 你買房子的 例如儲存 所以我的感受 可能並不代表其他80後 但我覺得一件事很簡單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 的確很多人 剛剛出來工作 第一兩年甚至頭十年 都可能只是一個累積財富階段 並未說真的一定要立刻去買房子 其實我自己覺得 很多現在的人希望買房子 其實是用一個投資角度去看的 因為他們覺得升得太多 而自己沒有分分一杯金 所以他們就開始覺得不對勁 你看看如果近半年 樓市開始是慢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我搞錯 我買不到房子 但沒有以前那麼癡烈的 因為可能大家就沒有這麼覺得 我要立刻買 因為再不買我就升 就升我追不到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紅的政治氣候 或者可能現在的80後 投資的取向是更加大的掛勾 簡單來說其實都是一個利益分配 我拿不到的利益 那當然要出聲 你這樣說我想起 那時候看黃子華 他有一個棟篤笑 他說每一個人最喜歡看 焦早那份報紙 就是尋找嘟嘟的故事 即是不能出街的那兩個字 就是尋找一件事 一些人比自己更加失意的人的故事 其實香港我也覺得有這個情況 就是大家希望別人 就是比自己差一點 其實大家會開心一些 但是你自己的經歷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也不是 因為我見你 你爸爸有沒有 你爸爸有沒有勝利 不是李嘉誠 也不是勝利 除了你守護之外 香港也還有很多勝利的險峽 但是其實我見你 你也是一步一步自己 那可不可以說 踏石仔崖雷仔崖出來 我想可以這樣說 就是一半半 第一可能 幸運一點 家庭負擔不是那麼重 但是自己其實向前 互相看 其實中間也有努力過 例如說我當時 在2007年決定買樓 其實那時候 不是真的很多人喜歡買樓 那時候股市還是很興旺 我那時候就賣了股票 去買樓 也有些親戚朋友 覺得我這樣做好像很不對 但是結果其實 幸運 結果可能那些股票 現在的升幅 當然應該沒有層樓那麼多 那再問一下 其實你可不可以再說 一些地產分析員 究竟是做什麼 分析什麼 那今天買不買 其實我現在的工作最主要 就是地產股 可能有時候大家會看到一些報告 地產股現在就是貴還是便宜 買不買 或者我們最主要對我們自己的 基金客戶 我會說回 現在可能如果你真的要買的時候 因為有些基金 可能是本身地產基金來的 它必須要買一定數量的地產股 如果在一個這麼闊的層樓裡面 你應該是買哪一隻 不買哪一隻 哪一隻會不考贏 哪一隻會跑輸 我們是要做出一些建議 即是買勝利的 還是買勝國的 對嗎 對嗎 都可以的 可以 即是你要看很多份報紙 所以禁止起來是最大的原因 看所有報紙要論 但是報紙當中它給你的資訊 其實你覺得會不會是有些 即是跟你們看的分析是有些出入 即是那些 即是那些 會不會有些寫手 或者寫好某些東西 你要怎樣去篩選 我想其實香港的市場相對比較透明 如果你說大陸的話 就真的會困難些 因為大陸就 就算有些新聞網 都未能夠可以把每一個城市 每一些最重點的新聞出來 但香港其實很透明 很簡單的說 可能是每一個星期一 打開一份報紙 就知道過去的星期六天 聖你的樓盤買了多少個 聖國的樓盤買了多少個 其實你會很清楚 所以其實只要跟得貼少少 看多些 其實香港的市場相對不太難去跟進 我又問一些很實際的問題 其實無論是80號或很多 你怎樣看買樓這件事 尤其是年輕的80號 甚至現在90號的一代 你覺得是否真的不行 其實我想第一件事 一定要承認 就是現在的80號上車是困難的 薪金的確是對於樓價的 這是客觀事實 這是客觀事實 但是好像剛才說 是否真的必須要買樓 其實純粹因為租金太貴 才迫到所有人覺得一定要買樓 還有所有地產的代理都跟你說 供便宜過租 令你覺得我幫人供便宜 其實如果大家有財政的背景都知道 其實我們租樓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選擇權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今天用一萬元去買樓 我就用兩年的時間 我就會用了大約是24萬的租金 但是如果我用一萬元 可能今時今日供一層 我相信是200萬左右的樓 其實可能它跌10% 你都沒有了那二十多萬 所以其實回想起來 如果我們把支出 和我們的回報寫出來的時候 你再想一想 未來是否真的不會跌 你會發覺 是否真的一定要買樓 沒有呢 哇名 parce一下 你真的要求傻客 我不能買 亂以後 那些還沒買 即是因為 sleeves 從這個方面 我真的有影響 我趁這個時間跟各位觀眾分享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看法 如果能力真的可以 其實樓我都非常贊成人去買 我覺得除非你工資是完全負擔不了 不過當然 說回來 時間是什麼時候去買 別話 為什麼我覺得人生在香港或者世界這樣的環境都是要買 客觀環境我們知道 全世界政府面對一個民選的政府 選民的群眾壓力 其實最終解決問題 解決不了我自己的看法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引人知道 當你有一個濫發鈔票的時候 長遠來說 實體的地產供應始終是有限 所以這個始終都是會有升值的價值 這個從一個很長時間看 第二 我覺得買樓其實還有一樣是很好的 就是逼你儲錢 我想大家都聽過很多人循循線有教導 我會說 阿Ian 你真的要努力投資 但是你快點叫 發覺月底的錢就不知去哪裏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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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判的 買樓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逼你每個月 好像供死會那樣供 自然就撥開一筆錢 你發覺時間過去 原來我真的會省些來花 儲了一筆錢 這個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長遠來說 買樓都是一件頗應該做的事 不過固然你說 是不是值得今天買的 你問我 也很坦白說 我不是地產分析專家 不過我今天就非常之大保留 大家真的想清楚 我自己個人就表過太 今天我就絕對不會踢進去買樓 但如果你的負擔負擔得起 你也可以的 我自己很坦白 負擔得起就不代表 你跳進去拿這麼大的危險 即是不這麼大的危險 真的有可能 你負擔得起也很痛苦的 我自己也經歷過九七負資產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急 其實各位80後90年青人 買樓我覺得一個目標是很好的 我個人看法 不過不需要急於今天買 而且坦白說 你80後90後這麼年輕 你今天買和一年後買 兩年後買 你會看清楚 最重要是你豬仔錢坑自己存到那些錢 我覺得你們兩位說的都是很正面 80後都想看著我要儲錢買樓 或者儲夠錢 不說買樓 也有一個正面 但我認識也有一堆朋友 我買甚麼 我一定不會買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我80後90後其實也有個父母被淹 當年他們已經買了一層樓 驚甚麼呢 我十年 二十年後你和我講長線投資 那層樓都是我的 很多都是這樣想 反而會令到他們想了 偏向這一邊 我會不會先做份工作 如果他們真的有這麼想法 那他們就花多錢 花光錢 速上經濟發明 可能是這樣 我認識不少朋友的表態都是這樣 或者不租房子 租住先 因為始終爸爸媽媽總有層樓 已經做回落 我最糟糕的情況 我沒有所有的錢 我都還有一個價部分 這樣是令到他們反而向上的能力 就是會向上爬的那個心態 是削弱了不少 其實會不會你講的是 他們對於錢的價值觀的看法 當他沒有了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家裡還可以繼續有的支持 我想就有一點點不同 不敢說我這代 就是在上一代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人 其實他們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們背後是 總之今次死五點 就糟糕了 沒有翻開了 我想完全是那個心態的改變 很難說其實是他們對還是不對 因為社會就令到現在有這一代的人出現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買不買樓好 或者你的心態 我又覺得我不會有什麼批評 大家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派別功夫 不過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千萬不要很多怨言和怨氣 這是我才是最重要的 OK 你說我選擇不買 你會得開心 你自己選擇也沒有人會怪責你 我選擇買就要努力賺錢 努力儲錢 這是很必然的事實 但我想最重要是不要說 我很想買的時候 我又在那裡怨天猶人 罵這個罵那個 我經常覺得社會有沒有不公呢 我可能也當然有 說沒有就騙大家 不過在這個社會不公 你暫時沒有一個很偉大的人 沒有救世主來改變他之前 我們也要在當中努力生存 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價值的取態 即是說回你那本書的上流 是的 即是有個享受努力 終生書上流 是的 我兩天看報紙的時候 昨天看新聞 看電視就說 原來現在美國的年輕人都很大件事 收入率是超高 搞到他們都覺得我讀完大學 又找不到工作 那怎麼辦呢 我心想一下 原來美國一個傳統上 大家覺得最自由的地方 最多機會的地方 大家最渴慕的地方 其實都出現這樣的情況 或者社會現象 今時今日大家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我經常說話 有一點感恩的心 你怎樣不喜歡我們的政權 或者對它有什麼不同的看法也好 無可否認今天阿爺真的有很多政策 支持香港的經濟各方面 如果我經常覺得 如果你今天在香港 你還這麼多怨天猶人 覺得社會不給你機會 你真的 別的地方告訴我 是有一個更加容易向上爬的地方 其實有很多工作 有工作的人不走去做 不是說推高了失業率 在失業率可以反映到這件事 我有朋友都登出來 在Facebook說 我有間餐廳要請二萬元月薪的一個經理 是呀 一個西餐廳的經理 二萬元還有 如果你經驗上是可以再高一點的 沒有人做 為什麼呢 原因是辛苦 又覺得困身 又要你屈在那間餐廳 又不知道你的餐廳做不做得久 又怕你收拾 你有很多不同的招待 去否定這件事 我已經放了一份工作 在你裏 你也不走去做 我有朋友也是 在北角這裡開一間面館 他只是聘請人 他已經是聘請到他吐血了 他的意思是 九十後八十後去見工 每個人都要先質疑你這間餐廳 我來見工的 我是來打工的 你已經質疑老闆的前程是否感受 你最好將來是變成美心債集團 那我就好了 他們有很多的疑問 反而你的工作放在這裏 錢我真的放在這裏 你做的工作責任 或者你要做的性質 已經告訴你 那你還是做的 我反而覺得這樣 很多人就會有很多這些擴商 打爛沙盤問到 究竟你的前景是怎樣的 打工你又當了好像買股票 我要看完前景或者炒樓 就是心態上的問題 但其實會不會都放大了 我相信每一個年代 都會有些人是比較 有些人是比較 向上的動力強 有些人比較 可能是懶 現在我相信只是比例上有分別 我也相信以前和現在的唯一分別就是比例 現在可能這方面的人會多了 說回來就是我都會相信 為何會出現這些人 其實純粹因為那個環境事業 我相信如果現在有個小朋友的話 其實可能他一歲兩歲 可能已經在玩耳機 是很誇張的 可能看迪士尼的動畫 以前的文化是不同的 我相信現在這一代的人的價值觀 或者對於工作上的選擇 其實完全只不過是社會環境所驅使 我覺得 相信未必需要太過苛求他們改變 因為我相信經濟不好的時候 所有人都會改變 這方面我自己看法 覺得我經常有個說法 你太公就說你爺爺不好 你爺爺就說你爺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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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代年青人 或者每個人都有他的問題 一鞋不如一鞋 沒有一鞋不如一鞋 每代年青人都是最有活力 最有希望的 因為始終明天就是他們的 對於已經坐穩在有權力 有權有勢 有勇有資源的人 就不要那麼多批評年青人 年青人亦都要明白 你想有向上流 想擁有自己的東西 自然也要付出代價 除非你是負二代 社會就少些抱怨 就好像Stanley 我想他又不是負二代 現在都叫做Ibank 令人事務的工作 他的經歷 加上他五點鐘起床 我想跟各位年青人說一下 你不就像Stanley說五點鐘起床 你看一下半年之後 或者一年之後 你又賺了什麼 贏了什麼回來 我想兩年之後 或者一年之後 你自己回頭望 你都會發覺你人生有很大改變 即是從生活的小習慣開始 是啊 Stanley可能是用五點鐘起床 我自己又提議一下 我自己最近發覺 我開始寫稿 你試一下一個星期每天寫一篇稿 你人生可能有些變化 即每日可能寫一段 究竟自己做了什麼 即是警醒回 可能我一個星期回望一個星期 究竟我那個星期做過什麼 或者每日我自己排過的行程 做過什麼 我自己有一些叫做大哥大姐 他們都很鼓勵我們工作上應該這樣做 即是編排了自己的行程 你一個星期就看自己 你上個星期有沒有感覺爆了那個行程 你到底做了什麼 你不是去打電話 即是上網上網 我想純粹個人紀律 即是等於你做的行業 即是你的支出 你的收入 你怎樣去用 你再看你上個月 那時候你才知道自己去哪裏 和時間 即所有的資源運用 我覺得都是一樣 即是看你有沒有紀律 去將你想做的事實行 你希望這樣做 但如果你再看你過去那個月 完全跟你那樣東西是背道而馳的 其實你就會知道 你應該下一半要怎麼做 這樣是一個清楚的指標去量度自己應該怎麼做 沒錯 即是慢慢你累積了這些經驗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人生就會起了變化 遲早你就可以 好像Stanley那樣進去做iBank 又可以買樓 即是你人生也要踏上另一個階段 是的 但又想到最後一個小問題 Stanley你現在已經叫做 入了自己一個理想的公司 或者一個行業 那你下一步想自己再向上的時候 你會去看著一個什麼目標呢 那我當入了一個想要做的行業之後 其實我就看著老闆 我怎樣可以在十五年二十年之後 好像他那麼厲害 可以好像他這樣精準的分析 或者精準的表達 這個是我覺得都幾難得的 即是如果很多可能是田青人 是未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有這個向上的動力 或者一個行業或者一間公司 可以留十年 根本是很難的事 我想現在是很困難的 即是你還要看著上位 即在上那個 你是覺得他是幫到你 或者你可以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是很難的 就是好像剛才所說 有很多小朋友 即是八十年九十年 看著自己的老闆 你做想的事我也可以 你做的事我也可以 但我覺得真的 主要堅持就可以了 我經常覺得 即是五年後 十年後 到時我們經常在電視 看到有人出來說地產分析 可能就是看到Stanley 到時要拿這個出來 是的 我們留為紀念 好 多謝Stanley 謝謝 我們今集就到此為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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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